外界的这个误解 我们内部有领管单位做过讨论 我们认为还是按照我们原来排定的 9月份10月份 所有的市营运的步骤 应该是没有调整的必要 按部就班的往前走 那么等到10月中旬 这种开放测试的讯息 我们会提早公布给大家 同时这是为了确保 11月3号正式开幕的时候 让所有游客 我们的安全舒适的园区的环境 我想这是第三个 我要跟大家说明台北模式的部分 谈的是一个误解是在时间差 其实是进到开放测试的时候 我们会准备一部分的 包含餐饮等等进到园区来 但是不是在现在9月1号 这个时间点就准备这么多的餐饮来提供大家 尤其华博是一个付费的机制 那所以我们也为了保障所有已经购票的民众的权益 那么能够在11月3号的时候 进到园区来是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所以我们会确保 这个11月3号开幕的时候 大家进到园区来 所有的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完成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封闭测试在进到开放测试 是有它的步骤跟有它的必要性的 那有一些议员其实今天有 就是用行程去做一个市营运的那个 是不是也是要请他们责情 这个我想台中花博的一个立场是因为这样子 既然是先从内部的一个总体检测试 那么我们会安排包括我们行政的长官 跟所有的这些一些有关的专家 像职灾的等等专家 先进到园区来参与我们的封闭测试 那把这些部分准备好 当然我们应该要接受议员的监督 感谢观看